以色列军方公布医院内监视器影像 证明身穿蓝色短裤的男子被一群人押入医院内 拍摄时间是10月7号 间接证实哈马斯发动突袭当天 部分被掳走的人职疑似就囚禁在西法医院 已发冲突进入第七周 超过200名人职依旧音讯全无 不过美国卡达积极斡旋终于传出好消息 哈马斯抛出停火协议 要用人职中的妇孺交换五天短暂停火 以色列驻美大使透露 未来几天可能有望达成 只是停火协议还有很多变数 夜门胡塞武装组织声称 在红海扣押一艘以色列货船 这艘名为银河领袖号的货船 原定前往印度 不过纳坦雅胡政府表示 货船根本与以色列无关 登记在英国公司下游日本公司营运 有伊朗力挺 夜门叛军胡塞武装多年来 打着反美反以色列旗号发动攻势 如今尾巴冲突之系扣押货船 威胁周边航运安全 日本政府以色列同声谴责 但扣船恐怕让尾巴停火协议 三天变数 TVBS新闻会宣布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和网友 小您拨 Подпис予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